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Shalom 上帝祝福你们 今天我要继续下去跟他们分享过你 启示录上帝所保护我们的印记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所住的时间 这个时代 这个末日的时代 我们知道我们已经踏进入这个主耶稣 要来临的时间了 所以我们需要也要进去看 启示录中所说的 神所赐给我们的盼望和祝福 所以在这里我稍微讲一下 在当亚当犯罪的时候 他离开了神 那么魔鬼就进入这个世界里面 成为世界的神 掌管世界的权力 所以每一个人从亚当所出生出来的 都是被魔鬼的困惨 所以当你们看那个slide 当亚当犯罪的时候 因为他吃了这个经果 那个分别善恶的果子 所以他不能够 上帝不能够在他去吃那个生命的果树 要不然他永远不死 永远有一个犯罪感 所以上帝把他砌出去 你看那个slide里面 他砌出去里面 是为了人类的好 为什么呢 因为上帝要先处理 关于人的犯罪感 所以他插派耶稣来 就是要挪走 世人的罪 亚当所犯下的罪 好让我们能够进入异定人 去领受这个生命树 我们没有这个犯罪感 哈利路亚 我们看下一个slide 这个slide里面我们知道 在亚当里 来哥利多前书15章22节 众人都死了 在基督里 哈利路亚 众人也都要复活 Amen 所以你看下面那个 首章45节 他说 首先的人亚当 那个box里面 成了有灵的活人 末后的亚当成了 叫人活的灵 他说末后 他的意思就是说 上帝把我们 带回去 亚当所 逝去的那个土地 那个产生 神给我们的 所以你看那个 slide的右边上面 青色的 首先的人亚当 当他犯了罪 魔鬼就掌权的世界 所出生来 这个世界的人 都是在魔鬼的手掌 所以这个 殖病痛苦悲伤 都是从罪的咒诅 出来的 所以在亚当里面 众人都死了 但是也感谢主耶稣 主耶稣来 你们看下面那个box 幕后的亚当 皇室 在实际下上 他击败了撒旦 就是我们脱离了罪的 掌权 然后他赐给我们 丰盛的生命 这是多么的美妙 我们感恩耶稣 我们看下一个slide 因为我简单的跟你们讲 那天我所分享过的 我们要接下去 主耶稣在实际上 承担了我们一切的咒诅 因为罪 罪带来咒诅 神的愤怒 你看那个左边那边 所以当主耶稣来的时候 上帝的旨意 就在插派主耶稣来 他爱世人 不要审判人 把全部的审判 归在耶稣那边 所以圣经写 那个中间的下面说 神的高原来是要除去 世人的罪 所以耶稣来 目的是要除去人的罪 不要让神的愤怒 来到我们的生命中 他吸收全部的愤怒 所以你看那个slide在上面 他完成了一切的时候 他说成了 所以就是成了 就是说上帝的公义满足了 上帝的审判关于罪 已经完成了 所以右边 那个蓝色的blog 也是说 反信耶稣基督 为了上帝赐给他们钱品 作为上帝的儿女 我们要感恩耶稣 Amen 所以你看下个slide 那天我跟你们分享 在六月第一个星期里面 关于耶稣解气 这个七个印 在这个书间里 这个书间就是我们的美好的生命 那个印就是魔鬼所长钱的印 每个零 每个印里面 都有这个血灵在那边 所以七个零那边 他就抽气 所以你看那个slide 幕后的亚当 在左边上面 主耶稣 他说成了的时候 凡信他的人 一个一个的印 他解气 哈利路亚 所以在耶稣基督里面 你们没有被这个七个印的困绑 这个印还有在这个世界吗 有 他有在这个世界 有一天我会再重复讲 那个很重要的地方 他还在这个世界 况且他还会要attack 基督徒 而是神有他的计划 要保护着我们 这个是另外一个讲道 所以今天我要带领你们 进入另外一个阶段 去明白上帝 供应给基督徒 关于他的印的保护 所以我们看这个启示录 我们是要用 耶稣所完成的工作 去看 当我们开始 去用耶稣完成的工作 去看的时候 就是好像主耶稣 在路教会二十四章 二十七节跟四十四节 他跟那个两个门徒 他复活了 跟他讲了 关于他自己在就业里面 关于他自己 在十四节完成的工作 他要为我们付出的代价 好让在十四节 出一个交换的祝福 同样的 我们进入启示录里面 主耶稣的完成的工作 也是同样的跟着我们 来帮助我们 所以当我们用 耶稣所完成的工作 去看启示录的时候 我们没有害怕 因为主耶稣已经完成 那些一切的愤怒咒诅 所以所带来的 这个是祝福来 这个是什么来呢 就是福音 Amen 所以来我们看下个slide 这个第一章第一节 他说基督 耶稣基督的启示 就是神赐给他的 谁给他的 上帝给耶稣的 叫他将必要将快成的事 看到吗 必要快成的事 所以当我们看启示录的时候 有些是已经完成了 有些还未完成 所以当我们看的时候 我们也要以正义分解正义的道 所以他说 启示他众苦人 他就差欠十指小义 他的苦人意汉 所以我特别写 下面那个box里面 这个是耶稣基督的启示 是天父给基督 给耶稣基督 然后基督拿给十指天使 天使教导给耶稣 而耶稣需要圣灵的启示 当在主日 把被灵感动 去领受这个启示 所以三位一体的神 包括天使 很重要的 把这个启示录交代给耶稣 好让世人能够明白 还有你看那个slide那边 它写着小义 这个是symbol 提示 象征 这个象征 所以当我们开始去明白 神的祸益的时候 我们开始去了解 怎么样去解释 圣经中的在启示录 在圣经有告诉我们 耶稣基督一章地理 叫做 因为真的 因为真的智慧有两面 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同样的在启示录里面 它也有 literal interpolation和 spiritual interpolation 就是有字面和属灵 字面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 它的大概念 是给以色列人 可是在属灵上 它是给予 包含着基督徒 所以当我们看的时候 我们要分别出来 所以我们不会有一个困乱在那边 来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关于 这个slide里面 上次有跟你们分享过 所以我会讲解一下 你看那个slide里面 有三个组在那边 从下面有一个box 红色的6 A 这个第6章 在B的是第9章 过了C的时候 就是20章起了 所以你看启示录 你大约可以了解 这是个大概念 从6章到19章 圣经描述说 这个是神的愤怒 那个7年的大灾难 在那边 开始和 完 述在19章那边 在19章的时候 圣经主耶稣 本身说 马太福音里面说 那些日子的灾难 一过去 一过去不了 你们要看见人子 叫做天上的云降临 当他下来的时候 他跟我们众圣徒 一起下来 被提在6章 19章 我们跟绝书回来 然后到C B到C 是一千年的千禧年 我们在世界里 入这个世界 然后在第C的时候 在那个摆设的大宝座里面 那个就是审判的时候 我们没有在审判当中 我们在神的慈恩宝座当中 从那个起 那二十章十一节十五节起 就是进入个永生 新的耶路斯人 永生去了 我目的要跟他们讲这样 你就会看那个slide的 那个左边 那我放个问号问号 我们几时进入这个背提 是非常非常的接近 我们看下一个slide 下一个slide那边 因为我特别解释 有些人需要解释 关于我们基督徒有没有进入灾难和大灾难 我希望圣经的话也能够帮助你们 所以我们看那个slide里面 他说那个黄色那边box里面 A到B那个中间里面 他说主耶稣救我们脱离神的愤怒 所以那些圣经记在以赛亚书那边 这些我会给你看一下 因为我们要明白 在这个七年的大灾难 是神的愤怒 所以我们没有在里面 我们看这个圣经中 我们看下一个slide 我特别给你看到右边那边 这是以赛亚书54章第九节 他说这是在我好像挪亚的洪水 我怎样启示 上帝启示 他不再使挪亚的洪水漫过偏地 我也要让启示 不再向你们发怒 也不指示你们 那就是说 因为挪亚的洪水 我们知道那个洪水 是神的审判来到这个世界里面 所以当我们提到洪水的时候 我们回去 the Bible the first principle of mention 就是审判来 所以我们没有在这个审判当中 所以神救赎我们 他不再向我们发怒 所以基督徒要明白这个话语 你没有在神的愤怒当中 你也没有在那个 那个七年的大灾难当中 因为那个大灾难 是神的愤怒来到被灭之时 我们看那个右边的 罗马书第五章第九节 现在我们接着 在靠着他的血 春意 看到吗 就更要借助他免弃神的愤怒 所以这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 免弃神的愤怒 我们没有在神的愤怒当中 还有圣经也告诉我们 在切山罗里加 他说什么 等候他的儿子 从天降临 那就是说被提 就是他从死里复化的那一位 救我们脱离 看到吗 他将来神的愤怒的耶稣 所以主耶稣要本身降临 救赎我们脱离 将来的那个愤怒 这个七年的愤怒 基督徒没有在那边 来看这个 第五章第九节 因为神不是议定我们受损犯 看到吗 是议定我们 接着我们的主耶稣 我们得救 哈利路亚 然后以赴所书第五章第六节 右边下面 不要被人欺负 欺负的话欺负 因为这些事 神的愤怒 必临到那被灭之死 我要告诉你 你和我 不是被灭之死 你和我是上帝的儿子 可以说Amen吗 哈利路亚 感谢主耶稣 Amen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当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 有些这启示录 从第六章到第九章 这是神的七年的愤怒 灾难在那边 所以当你开始看圣经的时候 第六章的时候 主耶稣开始把那个硬解开 主耶稣为什么把那个硬解开呢 就是把基督徒救赎出来 没有被那个硬来困绑着我们 那个是血灵的硬 所以你和我已经被解开了 没有在那边了 扩解耶稣 主耶稣也救赎我们脱离 那个七个哈网 脚网 那个就是愤怒 神的愤怒给来 和七个网在那边 所以你要明白 你已经被救赎出来了 已经被那个硬已经拿出来了 所以如果我们说 我们进入这个七年的大灾难 那么开始七年的大灾难 就是那个七个硬里面 主耶稣都跟我们脱起来了 所以你和我没有在那边 阿们 哈利路亚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在这个启示录里面 教会它们是第一章到三章十九字 而是从第六章到十九章 教会的名字没有提起来 直到二十二章 教会的名字才提起来 而在那个第六章到十九章 那个圣徒是指于那些 在灾难的时候所信主耶稣的圣体 那些人是要经过那个灾难里面 所以他们忍耐到底才可以得救 而我们呢 我们信了主了 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被提起了 哈利路亚 阿们 所以我们看下个slide 这个很重要 看了 后书第二章 他说弟兄们论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降临 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 然后他在那里聚集 说到主的日子 现在到了 他说这些人已经来了 被耶稣来了 然后我们要进入这个大灾难 他说不要轻易动心 也不要惊慌 你们总不要被他引诱 不要托到 不要给人家去乱去 我们看下个slide 他说什么呢 因为那步伐的引译已经发动 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 等到那个拦阻的被除去 谁拦阻这个步伐之时 在这个世界只有一个有权利的就是圣灵 可是圣灵 圣经说他被除去 他不是圣灵不会被除去的 是圣灵在教会中 教会被除去 被提了 当教会被提的时候 不发自得进来 那个去年的大灾难 爆发了 失控了 世界将会经过非常困难的时间 所以如果有人说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这个大灾难了 那么这个圣灵在我们里面 已经挪走了 可是现在圣灵还在我们里面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还没有进入这个大灾难 这个是我们要明白 圣经有写到 我下回讲了 我要接下去了 因为我要帮助你们一些 需要帮助的解释 圣经告诉我们 在这个圣经中我们可以明白 保罗所写信给的信心图里面 以赴所书的教会是最属灵的 可是在启示录的时候 圣耶稣出现在那边 第二章第三章出现给七个教会 因为有问题 那个时候 大灾难还没有发生 他有问题在那边 尤其是这个以赴所书的问题 就是很多的问题在那边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在贴三人他说 我们有信心所做的工作 爱心所受到劳苦 盼望我们在结束基督所存的忍耐 而以赴所书的时候 他写 你们有行为 我知道你们的行为 可是没有写到信心去 我知道你们有劳碌 有劳苦 他没有写到他们有爱心去 然后他说 我知道你们的忍耐 可是他没有写到盼望去 他们盼望去哪里呢 因为有人进来跟他们说 被提已经 被提去了 我们要进入这个灾难里面 你要面对这个灾难 所以主书出来指示他们不对了 就是因为他们这样 他们就劳苦中担 要用自己的工作 才要被得提到天堂去 所以主书说 你把祈求的爱已经抛弃了 那祈求的爱 这个pratos agape 这从上头来的 人就用他的爱 去爱神 对 是以神的爱来爱 Amen 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 还有那神 未必要用 经过这个七年的大灾难 还是三年八的大灾难 去教管他的孩子们 好让他们平静好 其实圣经有讲到管教 管教是在西伯来书 他有讲到神有管教我们 所以圣经所写的意思是排流 他管教的排流是教导小孩子 所以当我们教导小孩子 我们未必用这个审判来教导 我们怎样教导呢 我们用神的话语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以福手书第五章二十六节 用水借做道 把教会洗净 就是这样我们要讲 就是现在我们管教你们 把神的话语教导 如果说我们是要经过这个训练 大概三年半才被提起 然后因为我们的品性比较好 那么就是说你要画一条线 你到那里你的品性比较好 你的公义好 你的行为的公义好了 你要在那里画一条线 才知道你是配的上天堂 所以如果你开始明白那样的时候 你不会失去这个观念 当你神要带领住我们 Hallelujah Amen 所以我们永远不知道的 可能到三年半后 80%还没有配的稀有 他们品性还没有配的稀有 那么他们要留下吗 所以我们其实有资格上天堂 就是靠着主耶稣的保鲜 一个不了 Amen 来我们看 我要跟你分享 接下来 关于圣经中所说的话也 Hallelujah 当我们靠着主耶稣的保鲜 进入的时候 圣经告诉我们 在启示录里面 第四章 一旦看到二十四长老 那二十四长老 他已经参照了冠冕和白衣 就是他们已经有新的身体 他们得到了神的王座在那边了 所以第六章起 其实就是那个大灾难了 大灾难之前 他们已经有新的身体了 Amen Hallelujah 来我们看下个slide 这个是启示录第一章 第十九节到二十节 不错 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 和现在的事 并将来必成之事 看到吗 他有三个box在那边 ABC 他所看见是什么呢 你看下面那边 他感觉这个七个星额 是金灯塔 金灯塔 第二呢 B呢 现在的事呢 就是现在他跟那个七个教会讲 那个教会有问题 那个七个教会也代表 church age 就是从主义书那边 第一个初级的教会到现在两千年 他的属灵上也有这个意思 然后C就是将要发神的事 就是说有些已经发生了 一些将来会发生的事 所以当我们看启示录的时候 又有这样的分别 OK 我们看下个slide 下个slide你可以看到 那个我特地给你看 那个box里面有四号 六号 十九号 二十二号 OK 那个就是他的chapter在那里 所以当我们看的时候 我们可以分别出来 这个是一个大概念 所以你看第六章的十九章 很多基督徒困乱在那边 因为以为是将来要发生的事 其实有些在第六章的十九章里面 有些的事已经发生了的 尤其在十二章里面 魔鬼被掉被 赶出去这个虫天堂 然后赶出来 就是已经发生了过 所以当我们去读启示录的时候 我们要稍微明白一些 我们不可以dogmatic 就是说我这样是这样 所以我们以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所以从第六章到第九章 圣经所学的 在字面上 它大部分是给予 literally是给予 失列 symbolically 给予教会 Amen 所以当我们开始看的时候 我们会开始去 明聊这些 来我们看下一个slide 这是我要带你去的重要的地方 启示录第七章 第七章里面 他学到之后 我看见四位天使 站在地的四角 时前 地上四方的风 他不是东南西北的时候 这个是四个风 只要那风不吹在地上 海和树上 我又看见另一位天使 从日出到地上来 拿着永生的鹰 他就像那得着钱贫的 能伤害地 海和四位天使的 大 喊 伸说 所以这个四个风 它将会伤害地上 这个地上 它会影响到 地上的人 所以你看下面那个box 给你看四个风 就是四个雪林来 它要破坏 它有这个潜力 破坏地和海和树木 所以这个天使就大喊说 说什么呢 我们看 第四个slide那边 他说地 第三界 海并树木 你们不可以伤害 等我们应了我们的神 众福人的恶 在他的头隔上 所以我听见 以色列人 各派中受应的数目是 十四万四千 就是说一百四十千 所以当我们开始是明了 这样的时候 我们开始知道 这个四个风 你看下面的 我画写出来 那个四个风 是个伤害人类的 他伤害地上的地 海和树木 这将会影响到人 人类 可是神 说 还不可以 等到他硬 在神 伏人的恶 头恶上面 所以你不可以 伤害神的伏人 知道有硬 在神的伏人的上面 他才有这个能力 来到这个世界伤害 这个是什么 我们开始要去明白 这个是什么 所以那个 他学到这个 一百四十四千 其实那一百四十四千 是个 symbolic number 他是给予 他的意思是给予 神的众福人 他包括 以后将要被救赎的 圣徒 和包括我们现在 所获得的圣徒 神所捡贤的 神的孩子们 就是你和我 Amen 所以你要开始去明白 当圣经写的数目中 在启示录 他有他的属灵的意思 一百四十四千 其实是十二乘 十二乘的一千 十二 是个 神的数目的 种子的数目 是government Divine Body of Christ 所以就是 就业里面有十二个种族 心里里面有十二个使徒 还是十二个门徒 他代表就业和信业 神的孩子们 来就是 一百四十千 就是神的孩子 他这个意思是在那边 其实那个十二个种族 他所写的那边 他也是不是 代表那个十二个种族在那边 我给你看 你看下一个slide 他有一二三那边 这个我简单稍过了 在第一里面 在创世纪里面 他有写到 这个十二个种族 这个十二个种族里面 十二个种族里面 就是那个 这个出Igc里面 这个是原来的十二个种族 在那边 十二个种族里面 后来他有repeat 他有在写到名书记 第二和第三那边 可是在那边 利未不见去了 反而 那个耶稣不见去了 反而耶稣的两个孩子 放在那个十二种族那边 这是代表什么呢 Joseph 耶稣 他有双倍的祝福在那边 哈 哈利路亚 可是在启示录 刚才我们所看的 我们没有去看全部了 我是放在给你看的右边那边 就是这个十二个种族的支配在那边 其实他也是不是完成指那个十二种族 这是个意表 所以你去看那个 在启示录第七章里面啊 那边啊 有两个种族 他拿出来了 就是啊 Joseph进去里面 Joseph的其他一个孩子 Ephraim啊 他拿出来了 和你看下面的Omit啊 Ephraim出来 后来在下面的Done DN啊 他也出来 没有在里面 所以这个圣经所谓的一百四十千 和那个种族啊 是个属灵的代表 他不是真正那个十二种派在那边 他有他的意义 因为这个一百四十千啊 他没有去被那个六六六的印啊 印在他们的生命中 而他们有神的印啊 印在他们的头额上 而那个两个种族 Ephraim和Done 我们知道 圣经有写到 他们已经走离开神的 他们去拜偶像 所以这些 神所要预表 这个十二个支派的一百四十千啊 是那些人啊 是神所坚持的人 他们没有离开神 他们相信耶稣的 Amen 所以这个是一个属灵的代表 包括 六六六 也是个属灵的代表 所以这个我们要去 啊 稍微去明白也是好啊 我们不要被我们的思想中 我们所幻想中 我们所幻想中的六六六啊 把它放得太严重太大啊 连很多的基督徒都被迷惑和是被他骗弃啊 所以我以前也是被骗弃的 所以我真的不明白 现在我开始醒悟的时候啊 我知道我们不怕了 讲到六六六的时候 我们也不怕了 Amen 来 我们稍微讲一下 这个六六六啊 也是一个啊 一个 Symbolic meaning 这个象征来的 就是144千啊 42个 支派种族啊 和旧业和新业的啊 乘一千 一千是很多 来 很多呢 将来我们有千禧年 来 这个千禧年是一个Symbolic 过了一千我们还是在组织的 来 这是神的意义在那边 所以六六六呢 它也是代表这个Symbolic象征来 来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啊 稍微看一下 启示录十三章 启示录十三章啊 看现在slide 十六节到十八节 他这边要讲到 关于这个 啊 六六六啊 他 他又叫众人 胡论大小贫富自主的 为奴的都在右手上 看到吗 或是 隔上 他的头隔上啊 收了一个印记 除了那个收了一个印记 有了寿命 看到他写到寿命 或有寿命的数目的啊 都不得做买卖 所以在这里啊 有智慧 凡有聪明的 可以算计算 寿 明的数目 然后他说 因为 这是人的数目 他的数目就是 六百六十六 所以你注意看这个hoi当中啊 我们大多数都是 被这个六六六啊 怕 然后啊 恐怖啊 然后 啊 给我们这个困乱啊 就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 神的平安来的 神不要给我们困乱的 因为我们不明白 所以我们乱 所以当我们明白啊 我们不会乱的 我们明白啦 我们更加的有盼望 当我们读圣经的话语 来 到底这六六六是什么呢 他是他的意思是什么 因为这六六六啊 他印在你的右手啊 还是你的头骨上 你知道这个是 通常人家讲说 computer microchips啊 其实这些 microchips就是有在这世界的 我在1976年的时候 去英国的时候 那时候computer还没有start 所以我们用是Fortran Fortran的时候 我们punch那后 每次我们做program的时候啊 我们要punch hole啊 有一个 有一个动我们不可以动到的 那个number是6 所以当我们在讲的时候啊 做的时候啊 我们说我6 所以 我们在重复这些66的时候啊 都是在讲到这个圣经的666啊 我们都有点是害怕 以后我们怎么样啊 要买卖怎么样啊 其实他的圣经中 啊 是魔鬼已经进入来 含糊给我们 含糊不清 然后给我们困乱 然后带来惊怕 我们不要想啊 我们有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给我们是 啊 脱离这个惊怕的 我们有儿子的心 儿子的灵在那里面啊 我们有上帝的平安 Amen 所以我们注意看这个话语中啊 啊 他写到这个666在 右手的头个 他到底是讲什么啊 如果 我们把它放成literal 是 啊 不对劲了的 他不是个literal 是symbolic meaning 他的意义在那边的 就是好像 啊 神用 他的名字啊 放在我们的头个 我们看另外一个 等一下 我们再回来的666啊 我们看下一个slide 起司律十四章第一节 我又观看看见 啊 羔羊正在线上 同他有十四万十千 这就是 刚才140千 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各上 看到吗 这另外一个写在那边 所以如果我们说这 以后啊 我们 要买卖啊 要有放那个666在那边 要不能多买啊 那么 那个信徒呢 都有着 父的名字 放在那边 所以 我们想的时候 我们要放在那边 还是放在那边 然后去什么 market的时候 他低一下 就算钱 其实 他不是这样讲 他是个 含糊不清给你看 啊 魔鬼会困乱我们啊 是神不要给我们困乱 有没有 神要给我们明白 所以先会解释一下 我们要看啊 这个很重要 我们就一起看 可以吗 来我们看一下 下个slide 启示录十三章 十六节到十八节 刚才我们所读的十七 十六十七节了 到十八节了 来 他看那边啊 你看下面那边 就是那个666啊 他有一个印记在 右手和我们的头隔上 和他有特别写在右边 那个box下面 他是买卖啊 没有这个啊 你不能够做到买卖啊 这是什么意思呢 买卖是什么意思 666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他写在那边啊 你注意看吗 那个左边那个红色那边 他说人的数目 他写瘦就数目了啊 他写因为这是人的数目 所以那666到底是什么呢 原来那个六啊 在神的话语中啊 六啊 是代表人类的 我们看下一个slide 你去看啊 六是代表人的数量 那个666啊 是我人的肉体 这人的肉体啊 也有代表着寿命的数目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人的肉体啊 看下面那边 已经被撒旦 抓住了 就摸到了 touched by Satan 就是亚当所堕落的本性 the fallen nature of Adam is the flesh 就是那个肉体 就是那个666啊 那是什么呢 就是人自我尊庸啊 人要夸耀自己的肉体啊 没有依靠神而夸耀自己啊 那个是666 他掌心的 他属灵的意思在那边 所以你注意看圣经中啊 那个666啊 他要在他的左手和隔上啊 才可以做到买卖 我们看下一个slide 就是我讲的刚才啊 就是那个 右边 那个青色那边啊 有了这个寿命啊 就在666啊 没有呢 都不得做买卖啊 所以你要有这个啊 才可以做买卖啊 其实他的做买卖 我看那个下面 右边那边 我有写给你看了 就是买卖啊 is actually earning and deserving deserving 你用你的本事去赚 然后你用你的本事去啊 deserve 你应该所得到的 他不是说你是去买卖什么呢 他的意思是 earning and deserving deserving 就是说啊 你用你的办法啊 在你的右手和头啊 头啊 头啊上啊 有这个666啊 你才有这个资格啊 去做你的 鑽和 去 deserve啊 享受 应该得到你的大的 所以这个666啊 是人的树木和人自我夸耀 self glorification of man's fallen nature 人的肉体啊 已经被魔鬼占入的 所以这个666呢 出现在这里啊 人的树木呢 跟魔鬼的树木呢 已经差点没被注魔了 所以这个666呢 是要改变成为神的孩子 所以当我们看的时候 我解释一下呢 看下个slide啊 那个下个slide里面啊 你看到那中间那个栏子呢 666 这是肉体亚当堕落的本性啊 666 6是代表人的树木 666啊 是人的夸耀 man's self glorification 有这个啊 才可以 你可以转 你可以去应该所得到的 就是 用自己的肉体啊 就是好像 立法这样啊 我应该做 我做到 我应该得到的 没有完全依靠神的恩典 只是依靠人的肉体 而看上面 左边右边 他所得到头隔啊 the forehead 在那边有一个音 还是在你的右手 那是什么呢 来 我们看下个slide 那个右手啊 就是人的能力 是用的 用神 用那个 右边那边啊 那是 chocolate 那边啊 用手指 智能啊 性侵做工啊 努力去做工啊 就是 蓝领带的那个工人 你劳力去做 我用我的手去做 我夸耀我自己的工作而已 我做了 OK 我配的奖赏给我 来 这是我们也可以做的 只是说啊 我通常见的人啊 他没有归于荣耀给以神 来 来 我们看 左 左边那个是 隔啊 我们看下一个slide 那个隔上 头隔上啊 the forehead啊 那个666 在那个头隔上啊 头隔是什么的 就是在头上 就是人啊 利用他的头脑知识 才知啊 去领受他的 所要赚的生活 就是白领继承的 就是white collar 这个办公室 你做的 一个是右手 是靠着他的手 他的才能 另外是靠着他的思想 这个666啊 是在人类中啊 人类已经夸奖他们的工作 他们的 他们的知识上啊 而忘记了神啊 所以这个 很普遍在这个世界里面 很多人无神论子啊 是因为他们夸奖自己 这个我不必讲太多 因为有时间的关系中啊 所以我们要去明白啊 在这个世界啊 如果一个人啊 没有神啊 他只是夸奖自己的立体啊 就是撒旦已经碰到人的立体当中啊 那个66啊 self glorification 就是呢 人荣耀的那个部分啊 那么这些人呢 通常啊 他不会相信神的 他是夸奥自己不了 但是神呢 是要把恩典给他们 他要把恩上加恩给他们 他要我们依靠他 然后称赞他 来到神的面前 acknowledge他 那就是神 所以你看这个666啊 他在右边的头个啊 然后另外一个印 这是神的印啊 上次在头颗上 来我们再去看啊 为什么会在头颗上 来我们看回那个下一个slide 那个 启示第七章啊 刚才我们所讲的 地海和树木啊 你们都不给伤害啊 等我们印了我们的神 众福人的头颗上面 144千 来那个头颗上面啊 会保护神的福人啊 不会受到伤害哦 所以那个印是什么呢 为什么没有在右边 跟那个666在一起 只是在那个头上 所以 我们看下一个slide 来 父的名啊 他说 等我放那个父的名啊 在那个头颗上啊 这个起书是长第一节啊 那个印是 是上帝的名在上面 你注意看左边那边啊 上帝的名啊 他永远不会放在右边 他没有写的 他写在放头颗上面 他是什么呢 你看到中间 我写中 就是我们的 新造的思念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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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变成什么呢 就是 sonship mentality 儿子的心意啊 父是我们的神 在我们的头上 就是我们的思想上面 我们头个上面啊 思想做啊 不是用我们的工作啊 什么啊 而是思想做神的恩典给我们 所以当 我们看下个slide 但我们当有这样的思想 当我们当我们有这样的思想的时候啊 上帝啊 大印过 在这启示里 他们知道啊 他保护着我们 所以你看下面啊 那个四个风的雪灵啊 在这个世界里面啊 他不能够伤害到啊 神的妇人有那个上帝的印在他的头上 那就是父亲的名字 Abba Father 那就是说什么呢 一个神的妇人中 他的心思念他的思想 有那个儿子的心 所以九耶稣的圣灵来 我们领受到儿子的心 我们父叫什么 Abba父 所以这个圣经中 给我们带回 给我们去明白 神的话语 我们看下一个slide 一汉福音第一章十二节说 凡接待他就信他们的名字 他就是给他们作为神的儿女 看到吗 当我们做神的儿女的时候 罗马书第八章十二节说 我们领受的不是奴婦的灵 乃就害怕 好像有的666 怕来怕去 可是我们领受的不是那个 我们圣灵就是儿子的灵 我们头上有上帝的名字 那边我们的思想 心思意念 有Abba父 那就是儿子的灵 那个儿子的灵不是那个圣灵 儿子灵是说灵性动的状态 所以你和我 是新造的人 虽然我们还有这个肉体 可是我们已经被救赎了 我的灵已经得救了 所以我 你和我 我们不是亚当的后代 我们是基督的后代 我们不是属于亚当 我们不属于末后的亚当 那就是耶稣基督 我们有一个儿子的心在那边 来我们看赛格斯 加拉太书第四章 他说 要把立法以下的人救赎出来 叫我们得作儿子的名 看到吗 神就插他的儿子的灵 进入我们的心 我们父叫什么 Abba父 就是圣经所学代 罗马书第八章 十五节的 所以这个话语中非常重要 我要把这个话语 浇灌在神的子民当中 魔鬼要跟我们脱离 这个没有跟神 没有好的关系 而神要我们跟他有好的关系 我们的思念要想到 Abba父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名字会保护你 上面 上帝的Abba父的名字 会保护着我们 他会有一个很奇妙的保护 圣经有谁吗 有 我们看下一个slide 那个耶和福音实际上 这个主耶稣本身祷告 过后他就 各天他就被去上十字节了 然后他在祷告的时候 他允许耶和 学起来 他跟天父的祷告 他说什么呢 父啊 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受荣耀 然后第六节 你看 你从世上所赐给我的人 我已经将你的名显明给他 看到吗 他把上帝的名交给他 耶稣的名是对的 可是耶稣本身说 他把父的名交给他 来 我们看下一个slide 他说 他跟上帝祈祷 讲话 我不在这世上 他们这件事上 我就在那里去 父啊 求你在你的名 看到吗 就是你所赐给我的名 保守他们 使他们成为 一和我们一样 上帝的名字啊 主耶稣说 能够保守着我们 所以那个 上帝的名字 他会投的个上啊 保守着我们 来 再看十二节 我同他们 同在一起的时候 用你的名 保守他们 耶稣 那就是 神保守着我们 我们看下一个slide 那个 保守啊 就是保护着啊 神的子民啊 不会被那个 是风 是伤害到我们 要世界 可能会 进入这个 灾难的伤害啊 神的子民 会保守 所以你要明白 这个话也啊 耶稣用这个名字啊 在这个世界啊 或作得胜友谊啊 就是用 一路来 就是父啊 父啊 父啊 他有这个 mentality啊 他要 我们的 上帝的孩子啊 有这个 sonship mentality啊 有神的名啊 在我们的头隔上 主耶稣来这个世界 啊 他 所 教给我们的啊 他所 介绍给我们的啊 不是 El Shaddai 不是 Elohim 是俱乐所讲的 这个是对的 是上帝 是永远是Elohim 永远是 El Shaddai 伟大的 可是在 信誉的时候 上帝是 伟大的神 上帝 也是我们的父亲 所以我们 父叫 阿爸父 所以上帝 耶稣来啊 他把 父的名 介绍给 这些 他的门徒 然后 他也介绍给 我们 我们怎样知道呢 我们看下个 slag 一汉福音十七章 二十六节 他说 我已经将你的名 指示他们 还要指示他们 使你 所爱我的爱啊 在他里面 看到吗 当啊 当我们有这个 三七 mentality 有神的名 在我们头 的时候啊 神的爱啊 就充满 在我们里面 我们被神的爱 保守 就是大卫啊 他的名字 叫神所爱的人啊 他能够 击退 砍断 这个 祭拜 那个格力啊 就是因为 他知道 他是被神 所爱的 这是属灵上的意思 所以同样的 当我们有这个 神的 在我们的 神的名 在我们的头 割的时候啊 我们有神的爱 保守着我们啊 那么每一个基督徒 当他有这样的时候啊 他们会在他们 生命中所 面对的格力啊 击退他 Amen Oh Hallelujah 开始在你的祷告中啊 叫阿爸 复了 Amen 阿爸复了 因为神 顾念神 照顾着我们 神要保守 我带你去这个最后的阶段中 在以色列 以色列所说的话 也 他的 A lot of Paravels 跟 启示录所讲的 所以我们看下一个slide 你看下一个slide 他写到啊 左边啊 启示录十张十记 以色列三张十记 一样的 测这个书件 两个地方都写了 然后第二个呢 记号在头个上啊 以色列也有写啊 启示录也有写啊 然后 启示录啊 他有写到生命的河从宝座流出来啊 从殿流出来啊 以色列也有写啊 然后启示录也写到 和启示录也写到 右边那边啊 夜子 为我们作治病啊 来 这个是以色列跟啊 启示录所同样的地方啊 所以哦 我要你看一个重要点我就结束 可是这里我要啊 看看一下解释一下啊 以色列所写的时候 他一言到啊 有一天啊 将有一个这个圣殿将会毁掉 就是AD70 这个毁掉的时候啊 他有记载说啊 神跟他们讲道啊 上帝要把那个印啊 印在神的孩子当中啊 他们不会受到伤害 所以这个一言呢 他在一言的时候啊 圣经有记得他的历史 有记得他当这个罗马兵 他还没有攻打那个罗 这个耶路斯人城市 使那个圣殿毁掉的时候啊 他们在包围的时候啊 有一段时间 大约三年半的时间在那边 所以在三年半那天的时候啊 那些人啊 基督徒啊 回想到九耶书想的话语 因为九耶书已经回来听见了嘛 所以九耶书说出一个话语 他说路加福音 他说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 围困的时候 就可以知道他 尘荒长的日子进了 那时候 他说在犹太的 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 在城里的应当当出来 在乡村的不要进城了 要逃走了 所以当以色列人 信徒啊 他们明白耶稣的 所讲的话语啊 他们就 这个三年半里面呢 罗马兵还给他们出 所以那些犹太人知道了好处 基督徒啊 他们明白这个话语的人啊 他们全部跑出去 那个山里面去躲 为什么我们知道 因为这个是 犹太人呢 他不适应 九条的历史记啊 Josephus 他写出这个历史啊 说到这样 我们看下个slide 他说到当这个 罗马兵过了三年半啊 他们攻打耶路撒冷城的时候 一个million的 这个犹太人死啊 他们在那边守着那个圣殿啊 都死去啊 然后看下个slide啊 大约九十五千的犹太人呢 被捉入做 那个prisoner 奴婦在那边 困犯在那边啊 所以 只是说啊 这个Josephus啊 这个犹太人的历史记者 他说啊 这个时候发生的时候啊 基督徒都全部都逃出去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有一个 硬在我们的生命中啊 他们知道 他们有sanship mentality 他们没有受到伤害啊 他这个 Josephus他写到 没有一个基督徒死 There is not one Christian die 为什么呢 They have that sanship mentality 在我们的头隔上 所以这个最后里面 注意看这个话语啊 这个最后里面 看这个以色记 我说你看这个重要了 在那里啊 他说啊 忽然间有第九章啊 以色列第九章 第二节第三节啊 忽然有六个人 从朝北上上来啊 各人的啊 各手拿着杀人的兵器啊 内中有一个人 深圈西玛 也就是有工业的人啊 他腰中带着黑墨 黑荷子 那是叫银horn 所以以前他们写 写的时候没有用这个band 他们用银的嘛 那银呢 他放在那个 脚 银horn 脚的 他们拿来放那个银啊 然后你看那个右边下面的 银horn啊 他用毛臂啊 用那个银 那个银 那个银啊 放在那边 那个银horn 他们写了 写了 所以他说啊 这个第九章 第二节第三节 他这样写啊 他说有那个 赫子啊 因为他要写在人的头上 你看他第四节 来看下一个slide 耶和华对他说 你走去偏路耶路赦人的城 就是他议演说这个70年 AD70年的时候啊 会发生的事啊 因那些 应城中所寻可真之事的 汉系哀哭的人 这是基督徒耶 他说啊 在他的面记号上 在刻上啊 写一个记号 画一个记号在那边 来 写是画一个记号 在他的头刻上 是什么呢 如果你一查那圣经的原文啊 那个记号在那头刻上啊 是TAV DAV 你看下面那边 他的TAV 其实在 这个西布莱文的原文啊 是一个十字架 很奇妙啊 看下一个slide啊 OK 你看那个下一个slide里面啊 这个是 犹太人他的 the old Hebrew letter 他在那边啊 他从上面右边读到 左边的啊 第一是ALEV 最上面那边 他的字母有二十二个字母 最下面左边那边最后一个是叫TAV 就是我们A到Z这样啊 TAV 那个TAV放大右边给你看啊 这是有太人的话语啊 那TAV是什么呢 是十字架 那这是代表什么呢 那么就是代表啊 那些人有这个硬的人啊 这个以色列一言A的七十的 他们逃出去 他们不会受到伤害 同样的啊 在我们的地上里面啊 上帝啊 写这个硬啊 在我们的头上啊 我们有一个思想啊 说 上帝是我们的阿爸父 父的名啊 耶稣说 保守住我们 父的名啊 保守住我们 哦 哈利路亚 来我们看一下Gas 他说到这个话 以格林多后十三章 他说 你们就是我们的信 写在我们的心里 看到吗 我们是神的信啊 然后第三节 你们写明是基督的信 以我们共自所写的 不是用墨写的 现在是用神的话语写的 看到吗 所以我们是书信 当我们听讲道人讲道的时候啊 好像保罗我们讲道的时候啊 他写那个印在你的身上 在你的头个上 在你的头个上 所以 我们要小心我们所听的 如果你所听的啊 是耶稣用水就做到把他们洗净啊 那么你就有得到这个 啊 用神的生命得到这个 祝福 如果你没有 注意啊 去听那些 不是神的福音的 而是 用这个立法主义来的 那么 他写在你的头个上啊 那你就会害怕 你就 你就 哦 将会经过的困难啊 这个大灾难啊 你就会害怕起来 所以神 不要我们这样 神 我们要我们有一个 sanship mentality 我们又有一个 思想中明白啊 上帝是爱我们的 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要这个结束里面 要鼓励你们 如果我们所经过的地方里面 我们 受到伤害 而是我们面对问题 来 我要鼓励你们 有一个 sanship mentality 要知道你的父亲爱你 来 比如你在工作上里面的问题 还是家庭面的问题 来 你经过那边的时候啊 是想到神的话语 还是听那个tap 来 当你在吃车的时候 听那个tap 为什么你 因为神的话语洗净你 当你这个慢慢听的时候啊 你知道啊 你的身份 你是上帝的孩子的时候啊 那么啊 那个 飞尘在你的上面啊 掉下了 魔鬼 没有地方来吞没你 当你一下子 开那个门的时候 一个网走出来 哈利路亚 你知道你是上帝的 所爱的孩子 你是 有个印在你的头上啊 阿爸父的名字 Amen 哈利路亚 弟兄姐妹 我要接受这边 我要告诉你们 神爱我们 来 我们不要 乱乱去听 那些 教导 误导你们的 我们要听 神的福音中 教导你们 有盼望的 Amen 所以 因为神的故事 我不能够再接下去 我给你明白 就是说到啊 当神 写在我们的生命中啊 祂写是胜利的 也得胜有益的 你一生一世 必有恩惠 慈爱 跟谁救你呢 祂要祝福你啊 给你身体健康 丰盛的生命 这是上帝的话语啊 这是神写在神的子民中 在头的刻上啊 是父亲的名字 你可以高高地说 阿爸父 Amen 你没有害怕 你没有那个六六 在那里面 你有这个阿爸父的名字 Amen 来让我们祷告 来 让我们来祝福 耶稣我们感谢你 祝我们可以领受到你的祝福 在我们的生命中 在我们的思想中 我们有阿爸父的名字 因为你已经开始 在我们的生命中 造就我们 然后在我们的生命中 把你的名字 放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 让我们能够回想 回想到阿爸父的名字的时候 我们充满了希望 充满了能力 充满了成功 充满了得胜有益的生命 在我们的生命中 主啊 让这个话已 成为一个 他们生命中的 这个力量 照亮他们 给他们那个 好的前途 保守你的孩子们 祝福平安 主啊 我们感谢你 你所带给我们的 丰盛的生命 上帝祝福你们 奉主耶稣的名字 祷告 阿们